NALana 今天我来介绍,关于CC的 nonprofits 大家可能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地形效果图,感觉很逼真 今天我们就来用CC创建一个的yor posible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地帽 这也是建物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地帽 我们可以把这个加大 变成这么大 然后,现在发现这个地帽完全是空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加过什么纹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拿一个我们地球的纹理 或者我们中国也行啊 亚洲 好,这是我们亚洲的地形 大家应该看得出这里是中国 这里一片是中国 然后,越南什么 这边是日本 马六载海峡 在下面 这是印度 然后,从这里 后面,这边鸡尾巴这边就飞着 俄罗斯 可是,这样这种颜色又太点单调了吧 所以我们 还是得给它加一个地形的地图 放上去 好吧,我觉得先 好,这个可以了 我们完全可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形放大 这就是我们亚洲的地形图 这就是中国 大家应该能看得清吧 这是浙江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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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当然不能说是 台湾可以说是 不能说是中国了 可以说中国 可是不能说是我们国家 不过 不过这个地 不过这个地形已经创建得很不错了 像是 日本什么的地形 这不也是富士山吧 太好了 这边就是协葬什么地方 嗯 那么这还挺好玩的哈 这里还有一些球状 当然 这一般只能用于地球 如果用于 只有一小块 有点 有点奇怪哈 这是地球 我们可以玩 可以用地球的 我们可以用 我们地球的 地形图 但是地球的地形图不太正常 我们把这个地形图 回它 大家看到这个还是有点奇怪 地形图当然都比较好的 我们的地形图不太正常 所以说 当然 如果 当然你可以给它加上其他材质 有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正在建模的时候 你可以做不规则图形的时候 还是挺 挺有用处的 但比如说 你可以做别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 切除球状 像波浪效果 触触中不规则图形 触触中不规则图形 触中不规则图形 触中不规则图形 我们下视频 对了 我看渲染 我渲染一下会发生什么样子 很期待哦 那让我们渲染一下 哇哦 果然渲染住的效果就是比我们现在这样看好好 呃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M7小语 欢迎来看我其他视频 拜拜